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是緬甸的堵石 石頭的來源是緬甸的墨西沙場口還有大麻盤的堵石 我現在這個就是墨西沙的 這個是大麻盤的 這個墨西沙場口的堵石基本上用手電筒是造不出任何的特徵 它不會有表現 我在這邊挑石頭的經驗就是要挑這種小顆的 然後檢查一下皮革上面有沒有列如果沒有列 就玩小顆的就好我們不需要玩到這麼大的這個大概1000多塊 這顆大概200塊 這箱石頭 是所謂的厚薑藏口的石頭 它這邊的石頭大概每一顆打燈都會有表現 所以 這邊的定價是 每公克要收到幾塊錢 剛才我們看到那個墨西沙只要一公克兩塊錢 等一下 這箱石頭是來自厚薑藏口的翡翠原石 所以它一公克要賣到五塊錢 那為什麼要賣到五塊錢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的石頭 幾乎都是有表現的 你只要 挑好 賭它的列 把它處理好 所以 就會有它的價值 我在大陸的影片常常看那個厚薑的石頭 這樣子一顆就好幾千來一址 這邊秤出來五塊錢 瞭不起就幾千塊台幣 落差太大了 老闆老闆幫我秤這一顆多少錢 好 這會不會 垮掉 垮掉不會啦 因為這個墨西沙的 你看它都是老蠟殼的 所以垮不可能垮 只是看它裡面的東西的品質好與壞 這個是110克的話是220塊錢 好謝謝你 謝謝你 移動一下 陌生 旨邊末